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我们看到了整个亚洲的股市大涨 而亚洲股市大涨里面最亮眼的就是日本 而日本现在的股市已经是33年来的新高 就代表现在的股市里面整个心向荣 它现在的整个营业的状况比过去都还来得好 那只有这样吗 现在看起来日本它是不甘于说 我只是当一个经济的巨头 它现在在政治上面 它现在在这个军事上面 它都要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 那现在如果趁着这一波的浪潮 我们一直在讲 现在美国把日本的股仑所拿掉了之后 第一个它的军工股大涨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 它现在股市也跟着大涨 它整个经济力解放之后 它整个国家往上冲 往上冲之后 它跟中国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势 它会取代中国变成亚洲的霸主吗 如果日本取代中国变成亚洲的霸主 那它跟中国之间 这个冲突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境界 而这样的一个亚洲霸权的变化 又会对台湾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好 我们今天请到来边 来边的代表首领的财经专家 黄州首领浩 大家好 好 电视媒体到 电视报的东西 吴子佳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石油平李志浩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资深媒体人杳慧珍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资深媒体人林玉峰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战略专家林玲 大家好 我们看到现在 亚洲50大涨 日本50大涨 你说现在看到一个趋势 整个全世界的资金 有前进亚洲 没错 前进日本的一个趋势 而这个前进亚洲 前进日本的趋势 谁带头的 巴菲特带头的 对 因为巴菲特讲说 未来20年 日本跟美国会比现在更好 你说 当美国打开日本的捆龙所之后 捆不得死 不是军工股大涨 对 是它所有的都大涨 对 而且现在日本不甘于说 我只是作为一个经济的巨头 我在军事 我在政治上 我都要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 你说 这个会对整个亚洲的情势 出现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而且我们记得说 习近平不是说过 东升西降 对 但是事实上 这件事是不是发生了 真的发生了 但是这是针对什么而言 日本跟中国而言 对日本来说 东升 也就是说日本真的崛起了 而且中国正在衰落之中 你说东升西降 是讲日本跟中国 为什么这样说 我跟大家讲 因为非常简单 日本股市在最近真的强到没有天理 强到没天理 最近几天是连续的大涨 每天都是一趴两趴 一趴两趴上 已经连续三四天了 我们没有看过日本股市这样涨 为什么 日本股市今天的收盘是 30573点 创了这33年来的新高 这告诉你什么 日本失落了30年 它开始在走出 失落了30年 你说它的股市的指数 回到它沉没30年之前那个点了 对 现在慢慢的上面就准备挑战 1989年的38957点 所以下一个日本人 编了30几年 那全世界在这30年 只有日本股市没有创新高 它现在已经开始要往上创新 所以你知道市场现在日本整个完全不一样 有不一样吗 所以我才说习近平说的东升西降 是真的发生了 然后我们在讲为什么 第一个你看日本的地位真的跟完全不一样 那今天岸田文雄他在官邸说 全世界的七大这个半导体公司你都来吧 过去人家谁离你日本 就没想到这七个公司都来了 台积镇的刘德英 Intel的季辛格 还有三星的这个庆幸贵 全部都去了 大家齐聚一躺 他可能是可以见拜登一样的这个状况 他就call了七大公司来 你说日本的半导体过去是比美国强 可是当美国扶植韩国之后 它其实是没落的 它比韩国还没落 过去你要找三星门都没有 就像你把三星找来 把台积电找来 把Intel都找来 对好那你看事实上显示 大家都买你的单嘛 好再来说 巴菲特不是狂买日本吗 他说二十年后五十年后 日本跟美国都比现在更加强大 我觉得他讲了一点都没有错 因为日本真的彻头彻尾的觉醒了 而且你要讲到 他现在往上走 我们之前讲了他的军工股大涨 就现在不是军工股大涨 他是半导体大涨 他的传统股大涨 他得说器械股全面大涨 现在是整个日本完全出现不一样的味道 为什么这样讲 我在跟他讲一个东西 日本我们都说通缩了三十年 通缩三十年 但是我跟你讲 日本今年已经开始物价膨胀 如果今年去日本玩了 你就觉得 日本的所有物价都开始在涨 物价在涨了 这是完全不一样 反过来 现在反而是中国开始面临通缩 所以我才说 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局面 那最近一段时间 你看 这是今天的所有亚洲的股市里面 大家全部都红通通 你看日本涨1.65是全亚洲之冠 那我们台湾也涨了 原谋是1.1% 可是你看到中国的股市 只有中国跌 中国的相关的股市 全部都跌 你看连香港都被拖累在跌 所以为什么 告诉你什么 亚洲 前是来亚洲了 但是他现在是 前来亚洲 经过中国而不入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中国是这样 中国不但是人民币在贬值 股市在下跌之中 整个中国在整个这一波的市场 所以我为什么 我开题就讲 东升西降 对中国来说 的确是如此 因为日本真的要崛起了 所以我们可以讲 中国是从纽西兰 澳洲到台湾 到东南亚 印尼 全部都大早 对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现在中国显得 在国际这一波的资本行情里面 落对了 好了 我们就刚才讲 不太一样是什么 我们都说日本在物价膨胀 还有另外一个 我前一阵子也去日本 看日本的房地产 对不对 我们明显地感受到 外国人开始大量地 去买日本的房地产 那这一波有很多是什么 美国也去了 那巴菲特去买的时候 其实他带了非常多的 这个资金进来之后 有些人去买了房地产 那你知道事实上 连中国人都跑去买房地产 所以现在完全不一样 你看日本的房价 开始在明显地 在快速的上升之中 你就知道事实上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气氛 好 那如果我们来看 这个日本的街景来说 你如果最新去日本 你会发现到 哇 很热闹吗 包括我前一阵子去 你去银座 涉谷 新宿 哇 晚上人都非常非常多 那人家几年前的话 是完全不一样 几年前是真的是 非常萧条的这个状况 所以现在告诉你什么 日本全面性 你只要去日本 你就觉得说 日本真的跟几年前的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 那个活力 似乎是真的已经完全回来了 所以这一波的浪潮 又被巴菲特找到了 所以说巴菲特很厉害 你可以看到事实上 日经股市就不断地往上涨 而且这个巴菲特所买的 这几家公司继续大涨 还在五大商社 这几天的时候 大概涨了约莫是 1.45%到3.64%左右 这个整个价格 还是不断地在往上升 你看他买的 包括说这个顽红 伊藤中 山井 山林 还有柱友等等 股价都大涨 那这五大商社来说 他前一阵子刚好公布 他的获利吧 他的获利都竞争 大概约莫是四倍左右 然后平均飙了一倍左右 巴菲特至少 光是这五大商社 就赚了六十亿美金左右 六十亿美金 对 你知道 好 我另外一个非常具有指标性 台湾人也非常关心 你看 这是岸田文雄 他说我要找这个七大 这个所谓的半导体的巨头来开会 就你看 这就是照片 你看 岸田文雄来了 那你看我们刘德义来了 包括说像这个韩国三星的 然后这个季辛格 很多人都来了 然后包括说像这个比利时的公司 全部都来了 好 这些人来了 他们要做什么呢 他们现在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日本呢 真的是 我觉得为什么这一波日本 我觉得野心非常非常强大 我们当过去日本呢 我们都给他感觉就是慢郎中 你要觉得做什么事都很慢 就你知道 这个岸田文雄上海不一样 台积电就说 我需要这个 我要投资八千亿日币 对不对 那你日本给我补助 日本居然二话不说 就掏出四千亿 他这个速度 比美国的半导体还要快 你知道美国金面反而到现在为止 台积电投资 还没拿到钱吗 还没拿到钱 所以那完全不一样 所以那他现在 所以说日本给钱给的很快速 他现在完全不一样 而且他现在还说 我们还有1.5兆 所以为什么这些公司要来 就是说 接下来要讨论说 什么人要来 所以现在三星呢 已经准备要去了 三星他现在已经拿到 150亿日币的这个补贴 另外一个美光 美光也说 我要投资这个 这个广岛 所以他也拿到了补贴 那台积电呢 有可能会接下来一段时间 会宣布第二座厂 在雄本 他又会拿到补贴 而且他说这第二座厂 是先进制成 对 可能是5奈米到7奈米 左右的状况 所以你知道 日本现在 我觉得日本为什么会让人家觉得 不太一样 就是说 日本政府过去的慢狼中 他们现在完全不一样 他们速度是非常非常快 你要土地要什么 他马上会给你看 台积电在 日本雄本该的厂 速度其实不会比 美国厂都还要慢 所以他现在整个完全 你会觉得 日本的行政效率 什么时候这么快过 但你就知道 日本真的完全不同了 而且更可怕的是 我不是把定给你台积电 旁边该给你铁路的 该帮你征收的 该给你基本建设的 他全做了 他不是玩以前中国那一套吗 所以我就说 他现在真的 他把日本 中国那一套东西 对 就是很简单 把它学过来 所以我就讲 事实上你看 他们日本都讲得非常清楚 速度最重要 所以我就讲 包括说像台积电 台积电还在逐坡 设个3D研发中心 获得190亿 那你看美光 美光获得15亿美金 约莫是2000亿的这个补贴 另外三星补贴了150亿 那另外这个 我就讲台积电 获得了这个4400亿 还有包括索尼跟Denso的 这个整个入股 你看他投资8000亿 你看他只有初代 约莫3000多亿 所以他现在整个完全不一样 所以现在整个日本 他我们都说 过去日本很慢 他现在用速度开始 起来说 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还跟你说 为什么我们就说 这一波的日本 真的是要完全崛起了 因为除了美国解开 你的捡龙所之外 日本也是整个快速的 开始要往世界去冲击 所以你说日本真的不一样了 而且日本这个不一样 刚刚讲的也会 冲击到中国 当然会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在中国 因为我们到日本 过去一段时间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 他是最早到中国去投资的 他的投资金额非常大 但现在这些公司 在日本的公司 就完全都离开中国 都撤了 而且很多回到日本来 包括说我们以前很多 什么做牙膏牙刷的 做那种传统产业的 开始往日本回流 所以日本为什么 这一波会经济好 他很多公司 工厂回来的 很多这个订单 都回流到日本来了 所以整个我就说 日本今天股市突破 33年来的新高 告诉你一件事 就是日本真的要崛起了 这个绝不是我们随便说说的 好 各位 刚刚讲 你的专长是海洋法 你的专长是在海上 这种纠纷的处理 他说我听讲 我吓一跳 你说一般来讲 你在海上风浪很大 海浪很大的时候 你在转位 你在转 你要嘟嘟嘟嘟嘟 慢慢来 甚至我在船上 我如果要发炮的时候 照讲在风浪很大的时候 我会非常不精准 你说日本船 我们自己海巡署的经验 或者今天你看到所有资料 它是可以非常快速的回旋 它可以快速的救定位 它可以快速的发炮 而且它可以非常精准的 打到目标 对 因为我们本身来讲 有自己制造海巡署的船舰的能力 没有错 但是问题我们造出来的舰 跟日本的相关的舰 来相比来讲的话 的确在海上来讲 有一些差别 差很多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曾经看过日本的船 在远远的地方 跑过来之后 结果因为海浪蛮大的 我们的船也会晃 那基本上船都会晃 但是它船 速到定位之后 竟然可以直接 踩在里面 你知道吗 就是定位在那边 然后泡路开始转 然后泡路开始转 因为它是用电脑去计算 而且它不是用人工去感受 那种海浪的感觉 它是用电脑去计算出 那个波浪的程度之后 由它的船舶 再去做反向操作 才能够做完全的定位 因为定位在路上是很方便的 但是在海上最困难的 所以我在路上 我踩个刹车就可以了 对 在海上不是这样 海上不是这样子 而这个是山林重工 他们做出来的东西 那你知道说 对日本军工业来讲的话 真的是非常厉害 因为这个东西 只有它那个技术 才能够达到 所有的其他造船船 如果你是造那种 所谓的一般的什么游艇 为什么基本上 不会有这种技术 因为这专门做什么东西 军事使用的 因为你只有在定位之后 你的炮才打得准 如果你炮 如果在晃的情况之下 你就打出去来讲 一定会打到别艘游船 或打到别艘的军舰 就是依据台语讲 你打准就会人家 对没错就是这样子 因为晃 角度一不对 就往天空打了 所以在日本的工艺来讲的话 的确这个东西 也让它赚了非常多钱 但是日本的船 它有一个特性 什么特性 因为它保修能力也非常强 你知道日本的船 你仔细去看 所有的船 它的那个所谓的船头 舰手 大概都 基本上都差不多一样的 那我们的船呢 是大大小小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东样化 东样化也不是说 也不是说不好 但是问题是说 当日本在做保修的时候 它有一个很好的东西 就是国家的预算当中 可以去算出说 我到底明年度 要花多少钱 在这个保修上面 要全部规格化 因为它是规格化的 所以日本它非常讲求 这个规格化 那我们来讲的话就是 计算这一系列的船 然后计算另外一系列的船 结果搞到最后来讲的话 预算短缺或怎么样 这个其实在很多国家那出现 不是只有我们而已 但是日本就专于计算 所以这个电脑计算出来的东西 或者是它的整个工艺来讲的话 是这样子 而且包含不是只有海上 路上也是一样 我们曾经也看过那个画面 日本它自己发明的战车 坦克 然后这个坦克 这个时事的坦克 它做了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 我今天炮管出去之后 要回血的情况之下 在这之前 先放两个酒杯在上面 你看 它也可以做到 就在回血的时候 基本上到定位的时候 酒杯没有掉下来 酒杯也没有掉下来 酒杯也没有受到晃动 那对日本来讲的话 它用包吻是同一个水准 是跟德国的 你看德国和日本的工艺 基本上都是对 在国际社会是有名的 那日本它这个战车 它这时事的战车 它有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它在怎么打目标来讲的话 会非常非常精准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讲 俄罗斯的在俄战争当中 那些坦克 为什么到最后 你说二战留下来就算了 但是问题是 它没有精准度可言 它常常打到购物中心 打到哪里去了 打到公园去了 然后真的军事目标没有并重 那美国当然现在是用卫星 在定位精准 但是对日本工艺来讲的话 它除了卫星定位之外 它在做任何的这种东西来讲 后来人家发现到说 为什么时事的这个坦克 可以到达这样的工艺呢 原来它有一个罗盘的概念 罗盘 罗盘的概念 基本上它那身边的罗盘 是那个刻度 是非常机密到什么东西 它早了是那个 以前在做武士刀的 这样的一个工厂 去把它做出来的 武士刀的锻造技术 武士刀的锻造技术 所谓锻造出这样的一个经验技术 那这个东西 那就是它的时事坦克 它自己新发明的 因为它以前的 这个所谓的90式的 基本上没有办法达到 这样的一个水准 但是后来日本不断的 一直在创新的情况之下 在2015年之后 它其实就展示了 它现在时事的这样的一个战车 那这样的坦克 那这样的坦克来讲的话 真的就是稳定度 因为我常常在 做新干线高铁的时候 大家都会做一些事情 看这个倒的酒杯 在这个稳定度到底怎么样 都做这个高铁的稳定度 到底怎么样 那对于这个工艺来讲的话 不管是在军事使用上面 或在海上的使用上面来讲的话 船舶使用上面 它非常非常精准 因为这也就是为什么 让它会 中国会这么害怕 日本的崛起 因为日本一崛起的话 那个困难所全部打开之后 对中国会造成一个 非常严重的威胁 好 会是 刚才讲的 现在真的像师征所说的东升西降 不是中国升西方世界降 而是刚才讲的日本升 现在刚才讲 日本已经在股市回到33年前 对33年来的新高 另外就是中国 中国股市一直在下滑 不但下滑 它现在进到了一个通缩 等于日本现在面临的 那个削弱的30年 中国正在开始经历吗 是 而且现在中国很夸张 一件事好像感觉出现一些 文字语及贫穷的现象 变成中国没有办法 说出口的一个情况 现在中国现在出现属人 什么叫属人 因为它就整个 你看它直接是睡在水管里面 而且你不要说 这是真的画面吗 这是真的画面 而且你知道 还有人特别去介绍 其实我觉得这个环境 还挺舒服的 就开始把它变成是说 可是你没有门 你没有帐篷 你倒是 文字怎么办呢 他有告诉你 点文箱 他有告诉你 他说而且呢 他说如果 它有三个管子 抽在一起 对不对 他说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选 最上面那个管子 因为下面那两个管子 太潮湿了 睡到一半会不舒服的 然后还可以讲说 你有点私人空间 所以你要有个帘子 把它弄下来 你不要觉得 他们好像是农民工 或是流浪和住的 那里面可以住人 我告诉你 很多人 你看里面很多东西 都放得 那就代表有人住 甚至连女生 都住在里面 那他们那些人是谁呢 其实都是 在二十几岁 你看这么多人 全部都住在那边 还在那边 就直接买锅照片 开始煮起东西来吃了 该有的 应有尽有 他们这些人 是从 他们吃个拉萨 所以是在这里 都在这里 很可怕 因为他们就说 他们很多人 是来那边找工作 结果后来发现 找不到工作 然后你可能租个房子 一个月就要 一两千块 这个人介绍 还讲这里还挺安静的 你躺在这里很舒服 点个蚊箱 蚊子就没有了 然后他就说 他们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吗 可能晚上会有点冷 没关系 不碍事的 被子拿厚一点就可以了 其实他真的 他是要很实物的 在讨论这件事情 而且你看 连脏衣服都洗一洗挂起来 而且你看毛巾 然后一些冠洗用品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地方 等于说这种 在住在水管里面 不是只有一个地方 完全不是 而且 我跟你讲 他还有一个地方 他说 里面的东西 看起来是女生住的 你能想象 女孩子住在这种地方吗 这个也很夸张 你知道还有还贴春联的 他贴春联 他里面还有桌子 然后他就说 一个月月租金 三百块人民币 我把一个水管 外面加了一个门 我还可以贴春联了 还可以贴春联就有一个家 那这样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那这些人 我觉得最为让我觉得 难过一件事情 住在这些地方的人 很多人其实都是年轻人 也就是现在大家讲的 就是16岁到24岁 失业率最高的 大概每五个人 就有一个失业的这个族群 非南从东莞 北到北京都有 全部都有 然后你知道这个男生 他也是 他就是在讲 他说我两天没刮鬍子 我现在可能看起来 跟老头子一样 那没办法 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每一天 我从早上五点起来跑单 就是那种 Uber E的那种 我摔跑单 结果跑到晚上11点 我一天扣掉一些油钱 什么钱 我今天只有赚几十块钱 他说我几十块钱的话 我再一个礼拜赚不到两百块钱 我这个帐篷上租下来 可能大概一百块 我还勉强可以过日子 结果如果说你叫我去租房 知道我日子要怎么过 他们就说像他们这样子的人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然后甚至就有人说 现在我们这边东莞这边 我跟你讲是车子比单多 而且宝洁哥你知道有时候 你真的圈圈的时候 你就去打这种零工吗 那你就穿着玩偶衣服 然后可能就会 为什么就跑得那么快 他就是打工了 他竟然被警察追耶 为什么 因为他就说你怎么这样 你这样妨碍 就妨碍观瞻啊 你在gay什么 你这样看起来很奇怪啊 而且他把他绑在墙上 把他绑在柱子上 所以你就知道 全世界不是这种 把自己打扮成小丑 把自己打扮成玩偶 我卖东西 这有什么问题呢 他就觉得说 你这样很难看 你这样满街都是这样 青蛙跑来跑去 人家都会发现我们中国多穷 不然怎么会那么多打零工的 连这样也不行 而且你要知道 被绑的这个在哪里 在上海 绑起来 直接把他绑在柱子上 他就这样绑起来 因为他就说 你这样子妨碍观瞻啊 那你 他说没有啊 我是打工赚 他把他头台拿下来 我说我就是打工赚钱啊 我就是这样子 人家就请我 穿这个衣服 然后我就在卖一点东西 我这样犯了什么法 他说没有 你这样很难看啊 你不要打重工啊 然后就开始 一直在不断地盘缠他 他说我 请问我到底犯了什么法 他竟然就这样子 不断地被跟着他 然后还开罚 还把他绑在那个帖书上 所以你昨天有讲说 中国现在有个东西 不能讨论 就是贫穷不能讨论 现在你不但是贫穷 不能讨论 你任何让我觉得 你在 暗奉 暗奉贫穷的都不行 对 他就很夸张 你看他警察跟他说 你不要做这件事情啊 你这样子 人家会发现说 我们中国人 怎么打零工人特别多 结果后来 台湾也有熊战啊 对啊 这也有什么 其实熊战到最后 还混得很好 很好啊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中国现在已经变成 他自己本身心虚 所以他会看 很多的东西都觉得 你就是在暗奉我 你知道吗 现在包括 连胡锡进都 替青蛙在说话 胡锡进说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 这个就是打零工而已 你这个警察吃饱没事 你就去盘缠人家干嘛 你就去把人家 绑在柱子上干嘛 显见你这个警察 有点执法过大的情况 我看来都很难过 我今天每一次大热天的 然后在这个状况下 那个很不透风 他们说 你只要经过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你全身都是汗 这么不舒服 我还愿意上街 我还愿意工作 我还愿意吃一口 劳了一半 结果 我连账都不行 对 而且你看还把他绑在那边 游街示纵 你这情况跑这么快 为什么 他为了他生计而跑 他如果 他可能今天就只能打这一份工 他打这一份工 可能是要熬一个礼拜 结果你就一个警察 就追着我跑 搞到我都变成是 我连混口饭吃 我连日赛雨淋 我这样子在赚辛苦钱 结果你警察还要找我麻烦 你连活路都不给我 而且这很可怕一件事情是 他们现在就发现 有一个退休老人 他就去买赛 然后他就一直说 这太贵太贵 他就说 婆婆你怎么回事 他说我一个月 我只从个政府 给我104块的一个退休金 我这104块 要吃一个月 104块一个月 那一天是什么 一天大概只有3块钱 连4块都没有 所以你就会知道 就是说现在中国贫穷 是有多大的问题 然后你说不能讲穷 好那就算了 你知道吗 我还不能讲我多认真 他就说 因为比如说我一天 我说因为我要养很多人 我一天要打四份工 我早上去哪里 中午去哪里 晚上内 我也要打四份工 我才能过日子 不行 他这个相关的说帖 竟然在微博上也被撤下来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打那么多工 因为你薪水低 你为什么薪水低 因为现在经济不好 工作不好找 那你为什么工作不好找 因为现在经济就不好 所以你现在变成 你只要讲出口的话 他都认为 你在暗风 你在暗喻 你在暗喻 在习近平执政之下的 中国很穷 很穷 而这就戳破了习近平的谎话 好 正好 另外就是 在台湾来讲 真的是 赛事努 欠勤募欠 正好讲的 本来 郭台铭是相信说 我今天会一定被深招 然后呢 他就开始搞 到处的这个 搞这个活动 搞活动了以后 本来想说 他大概就是他了 没想到 居然就是侯友宜 侯友宜 他就算了 经过一天 他开始又变了 你说有一个动作是 他找了很多的媒体 说他要接受专访 而且 他现在已经明确地表达 国民党有些人 他要跟他彻底断线 这些人 他永远不接他电话了 对 郭台铭今天早上起来 忽然发现 他被糊弄了 他今天才觉得被糊弄 今天才发现 真的 他整个居 他是国际的这个大老板 他的反应速度也非常快 你怎么会过了一天一夜 才知道自己被糊弄了 他说 这个政治人物 连约都没有在签 他人就直接翻脸了 商界线的约 还要赵和约走 今天早上才发现 可屁不少就跟他讲了 你不懂人家的游戏规则 你跟人家玩什么 可是很有趣 他今天早上发现自己 会被大糊弄 为什么 因为17号 不是昨天 他越想越气 对 越想越气 他这口气吞不下去 对 吞不下去 我先跟你讲整个故事 真的假的 因为昨天不是下午2点 征召侯友宜吗 对不对 可是征召侯友宜的过程中 有趣的是这样 我们再往回推 前天就5月16号 礼拜二上午 本来陈玉珍周点论 这些人 谢点霓 不知道去天成饭店 我们这个摄影棚对面 开一个记者会 挺郭记者会吗 忽然 陈玉珍都到天成饭店了 都到天成饭店之后呢 忽然取消记者会 记者也到了 记者会取消 然后晚上宣明 宴请中场会的 那个晚唱也取消 对不对 通通拉掉对不对 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 来发生什么事情 对不对 以为说 郭台铭觉得 情势不对抽手了 对 以为那时候 以为郭台铭觉得 情势不对抽手嘛 对不对 结果后来呢 今天讯息这样传说的是 当时郭台铭以为 自己要被征召了 所以说 不要看记者会 刺激侯友宜啊 对 所有的讯息 都告诉他说 会提名侯友宜 他是从哪 得到的自信 他怎样的自我感觉了 觉得他会被提名 朱立伦 透过黄介廷 糊弄他的 真的假的 朱立伦 通过秘书长黄介廷 糊弄他的嘛 所以他我跟你讲 他被糊弄到最后一秒钟 真的是糊弄到最后一秒 到5月16号上午 他都以为是自己被提名的哦 然后呢 赶快把计程会取消 然后把晚上 怕那个什么 刺激侯友宜嘛 这也太可笑了嘛 真的是这样子 那好 刺激完侯友宜之后呢 5月16号下午 朱立伦就去找他 他们去 因为在中央党部了 见面啊 见面的时候 朱立伦 那份民调给 郭台铃看说 不好意思 你输了 郭台铃我怎么可能输 我现在气势这么高 朱立伦还拍拍他的 肩膀说 不好意思 谁让你跟地方 牛鬼蛇神混那么多 你说什么 牛鬼蛇神 地方牛鬼蛇神 对 这个是一锅子就掀翻了 整个论 那你张荣卫 严金彪 周典论 傅昆琪 都变成你的牛鬼蛇神了 朱立伦的准理 都是牛鬼蛇神啊 好 那个时候呢 郭台铃也说脑袋一团乱了 哇我真的输了 我不是会赢吗 真的输了 然后就觉得自己输了嘛 所以万念俱灰嘛 5月16号 晚上呢 见到侯友宜的时候 还面 恭喜侯友宜啊 然后呢 5月17号 昨天中午还特别发一篇文 就是要全力支持侯友宜 对不对 可是越想越不对 整场都被糊弄嘛 对不对 第一件事情 他为什么突然醒过来 突然知道这边糊弄的 因为他这两天 看了一个晚上这段节目 发现说讨论 糊弄很大 因为第一件事情是这样子 那个牛鬼蛇神 可是同时也是 朱立伦叫他去跑地方的 朱立伦先跟他摇耳朵说 我跟你讲 你现在空气票很多 你地方组织多破 议长什么多联络 就是你现在跟我讲 牛鬼蛇神 好这一块 另外一块 你早就举过桃园的例子 告诉说 朱立伦很会忽悠 他怎么还会上工呢 我跟你讲 真的朱立伦很会忽悠 朱立伦诈骗 受难者协会 一大堆 会长在红袖住 朱立伦忽悠了很多 好不谈 然后到礼拜三上午的时候 更好笑 礼拜三上午的时候 现在外面放话 国民党放话说 郭台铭会出席中场会 会出席中场会 来恭贺侯友宜 可是问题是 郭台铭根本没有要出席中场会 没有收到邀请 也没有收到邀请 就郭台铭叫郭首正 打给黄建廷 直问说 为什么你没有这个邀请 你在外面放话 说有邀请 然后黄建廷 因为后来呢 首正打完后 黄建廷就跟郭台铭通电话 对不对 叫郭台铭 那个黄建廷多250 那不然我现在邀请你好不好 那郭台铭偷骂黄建廷半个小时 挂电话 再也不跟你联络了 所以你看这几天的故事 我已经把它兜完了啦 兜完之后呢 有趣的事情来了 现在呢 他们这个今天开始 传出啊 郭台铭通过郭台铭办公室 联络一些媒体高层 要受访啊 这件事情 我有个很简单的事情 他有什么话要说 他受访是讲朱立伦好话吗 不可能嘛 你把朱立伦那些狗屁岛的事情 全部丢出来了 那你照这样讲 不是 好好的一桌菜 被朱立伦搞瘦掉了 朱立伦 我坦白讲 朱立伦 我跟你讲 朱立伦怎么做 可以让侯尹不受伤 你知道吗 朱立伦一开始 就跟郭台铭讲说 不好意思 你没机会 为什么你没机会 因为你不是党员 然后你去年全局也没帮忙 虽然买BNT 我们心里感谢你 但是你真的没机会 党内就是定一桌侯尹 讲白就好嘛 我没有爱你 我干嘛跟你搞暧昧咧 你看就是这样子啊 对不对 我没爱你 我干嘛跟你搞暧昧 对不对 我又想到了唐湘龙的那句话 上床容易下床难 你把郭台铭骗上床 现在你朱立伦要下床 没那么容易 有可能不能被你一脚踢下床 摸摸笛就走嘛 不可能嘛 如果朱立伦要保护侯尹的话 一开始 一不要去撩郭台铭 讲清楚 郭台铭可以接受啊 第二个 就定于一尊 我们国民党就要证到侯尹 侯尹你要不要不管 反正我就是要征召你 所以你不用逼侯尹表态啊 刚刚侯尹就左之右处 又提前执席什么一大堆的 Yes I do 什么一大堆的 你是害死侯尹又害死郭台铭 就你朱立伦一个 这个侯尹也被害惨了 侯尹当然被害惨了嘛 因为你 我这样讲好了 侯尹尹后来的步调的乱 是不是因为郭台铭进来 没错 那你一开始表达郭台铭进来 侯尹步调会乱吗 不会 就没事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 你朱立伦就乱搞嘛 所以乱搞现在变成什么 你的定调是朱立伦 当然是 百分之百是朱立伦 朱立伦是罪魁祸首 所以现在郭台铭第一件事 我讲找人来专访 对不对 第二件事 切断跟党中央所联系 切断 对 王剑你打开我 不会再接了啦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开始放话 还原讯息啊 就是还原 刚刚我讲那一大段 这新闻都有播嘛 对不对 讲说什么什么 你糊弄我啊 说地方是牛鬼神 新闻都有写嘛 我不讲郭台铭讲什么 对或错 也有可能冤枉党中央 但我讲一件事 当郭台铭开始对外放话 放那些党中央不对的话 代表他什么 他跟党中央翻脸嘛 所以说现在 我台湾讲 没太刷了 现在全台湾 最精彩的财机新闻就是 新光晶的股权大战 现在公司派的吴东信 他是沃斯的长子 等于说是敌长子 本来掌握了整个新闻 金光晶后 可没有想到 他现在被小股东 被他的弟弟 带队来反弹 反弹以后 他可能会痛失江山 为什么痛失江山 是因为 经营绩效真的太差了 在所有金控股里面 以前他比王永信 还有钱 以前他是全台湾第二大财团 以前他是跟 国泰比肩的一个 他该有的餐线有 他有人寿有 他有百货有 他什么都有 他所有特许行业都有 他是一个非常赚钱的公司 结果今年居然连股利股息都发不出来 连你的特别股的利息也发不出来 就把整个全部的人惹毛了 惹毛了以后 出现这个金银权大战 那大家想说 你到底有多糟糕 你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你怎么会把新光金的股东都惹毛了 本来我也是外行人 我看了这个以后 我就懂了 这是全台湾最精华的区域里面 这个全台湾对价最直线的区域里面 在这个地方 A8 A10 A12 A9 A11 A13 这个地方就是 现在你看到的新光百货 新光百货里面 本来都是新光的地 可是 他居然因为赔钱 把这么直线的地 一个一个卖掉 而且卖给谁 卖给他的对手 富邦 对 为什么大家对于这个新光金的 这个经营技巧 真的相当没办法接受 我们只要讲了 现在全台湾最精华的地 就是新义计划区 那新义计划区来说的话 你知道 在最早最早 这个吴东镜刚接新光金的时候 那在新义计划区那时候 他们有1.5万品的土地 1.5万品 是第一名 对 那第二名 新义计划区 第二名是国泰人寿 大概1万品左右 那当时的富邦金 富邦人寿还不在这个排行榜之内 可是你知道 以现在来说的话 第一名是谁 第一名变成是富邦人寿 那第二名是国泰人寿 新光金被挤到第三名去了 而且新光金很多 这个富邦金的很多土地 是新光金卖给他的 所以大家看到自己的画面 你也讲 一样人家富邦金 人家蔡文才家族 拿的是最少的 从产险发击到现在为止 人家居然把你的 这个新义计划区的黄金的地段 给抢过来 结果你还输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 无法接受的局面 主要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他们这个里面地有多少 你看 A4是他们的 A8是他们的 A9是他们的 A11是他们的 A12是他们的 E2是他们的 我跟大家讲 如果我们用这样来 我们来画几个来说 A4在这个地方 然后包括说像A8在这个地方 然后A9在这个地方 A11 目前新光金不是有五个管吗 A14是地上悬 不是他们的 然后A12这个地方 现在不是在盖成这个 寒色艾梅酒店 那是他们的 另外还有E2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有一个 台北新光曼哈顿的世贸道 这几个土地都是他们的 他就在庄进入出口那个地方 对 而且这个是在新移介绍区里面 我跟你讲 在敦化北路上面 还有很多新光的这个土地 新光的土地在台北市是最多最多 它可以跟宏泰基团相比 就别这样 你那么多土地 结果你知道 一块一块一块买 对 现在都卖掉 你看我跟大家讲 2000如果大家记得非常清楚的时候 最早最早的时候 A11来到这个西域计划去的时候 当时旁边还很多田 你知道吗 那时候他居然能够早 那么早就看到这个地方 然后发展起来 所以显见 无加入和无火事 他们的确是很厉害 高手 就我们讲吴东进接手之后 那开始卖 那2009年的时候 他把这个A 这个A11把它卖掉 A11把它卖掉 你知道A11为什么要卖掉 因为很简单 因为当年我就讲 2008、09年金融海啸 就那时候 吴东进来 他就说 我们要引进这个新的这个观念 台湾最早最早去海外踩到这个大地雷的就是吴东进 他就去国外买了很多 去买一些什么海外的公司 买海外的这个可转载商品 就亏了屁股 亏了好几百亿 就亏了重创 2008、09年重创 亏了200亿 200亿那怎么办 就把A11卖掉 你只能够卖A11 这是你唯一能够卖 不然你可能当时会有倒闭的危险 这就卖 卖给谁 富邦人寿 好那紧接着来 2015年又再卖一次 他这次卖的是谁 他这次卖A8 把A8卖掉 A8都卖了 你看A11跟A8 这两块低的把它卖掉 好漂亮的 然后都卖给了这个富邦 那为什么卖给富邦 因为很简单 因为他们那一年 我们曾经在节目上讲过 吴东进来 他就买了宏达电 惨亏50亿元 所以因为这样 你知道这件事情 被金管会罚他 为什么罚他 因为你知道 他为什么会去买宏达电 这完全是吴东进 自己一个人的所谓 他在一个餐会上面 他就说听到这个 王雪友那边说 这个宏达电很赞 他就觉得 回去之后 他就觉得说 我们要支持国产的 这个手机公司 下令他的 旗下公司 完全去买 这个所谓 这个宏达电的股票 就那下面 你跟他说 不行啊 我们要写报告啊 他说不管啊 反正就只要买下去了 就买了之后 买了 那他完全都套在 一千三百块以上 一千多块以上 然后买了六十亿啊 结果没想到 买了没多久之后 股价就一路往下跌 最低还跌到二十几块 他被迫 在五十块以下 全部卖光光 卖光光就亏了五十亿嘛 所以就是因为 这完全后来 这个金管会就说 你这个内控有问题啊 你怎么能够 你说什么就是投资什么 这样不对啊 所以他因为这样 又卖出了A8 所以我跟大家讲 你卖掉A11跟A8 这两栋 其实新光法来就已经 大家都已经没办法接受 你怎么去卖这个东西呢 如果现在放到现在为止 说你新光怎么会沦落这样 所以我才跟他讲 为什么大家不爽 因为吴东信的经营销 真的相当的有待 而且你刚才讲 你要看到一个城市的建筑 或者一个城市的发展 要看什么 看它的天际线 看它的高楼 你知道台湾本来 最高的大楼是什么 是新光摩天大楼 结果什么 现在你看到 现在信息计划区 也都要盖大楼 也要拼天际线 没有一个是新光的 没有一个是新光的 现在都是富邦南山 这样你把他霸占出 所以你知道 现在整个这个寿闲版图 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也见证了什么 新光经的这个陨落 那为什么新光经有陨落成这样 因为很简单 因为第一个 他们的四兄弟 我们必须讲 其实他们四兄弟 如果有吴东镜 吴东升 吴东血 吴东亮来说的话 其实最有才干 平心而论 外界评价最高 就是吴东亮 因为为什么 因为吴东亮的确 因为他当初的 他们四兄弟分架的时候 吴东亮其实拿到的东西 非常少 大家出来穿了这个新光经之后 台信经 台信经之后 有赢有赢 这个有生有赢 那所以人家就说 其实他其实才是经营 金融业的一把手 据说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哥哥 他说老爸培养我 就是培养我做金融的 不是你 对 实际上如果你吴东亮 跟吴东镜 角出的成绩来说 吴东亮的确是一把手 那为什么他会被困住 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之前卷入跟张银 在那边狗狗地 他被炮了两三百亿 在那个地方 所以没办法动 那为什么现在可以动了 因为他现在跟张银的问题 已经解决了 他卖掉了 他现在要回过头来 用这个钱 跟这个新光经 他要重新再次扣官 要吃下新光经 所以呢 为什么这一次吴东亮 会跟宏士奇结合差 因为我们知道 宏士奇叫红文洞的儿子 对 因为我们知道 三年改选一次 如果今年没有改选的话 又要等到三年 那咱们拿瘦的了 所以现在就变成是说 现在整个市场卖 还是几乎是这个市场卖 看起来是来势汹汹 务必要在这一次 搬下吴东镜 而且刚刚讲的 这次为什么 今天小散户 都惹毛了 他们看到 他在股学分级 里面 新光集团里面 百分之五十 是散户 对 那你散户 基本上的心情 公司稳定嘛 别闹嘛 别闹事最好嘛 可是现在刚刚讲的 现在号称说 他拿到了三大的通路 拿到三大委托书通路里面 在散户里面 他居然拿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这样的散户的支持 那为什么散户要支持市场派 全部的金融公司 都有分股利股息 结果我去投资你新光 我什么都没有 我跟他讲啦 这几年来说 我赔了股价 我连利息都没有 你还付了钱出去 为什么这样说 那我们到散户里面来说 在整个这个 新光的股份里面来说的话 吴东镜是占了十一趴啦 那另外一个市场派 目前是占九趴啦 所以事实上 他们最重点就是在于 散户这五十趴 那五十趴 为什么散户要导向谁 一定要导向这个所谓的这个改革派 因为印度美调 为什么散户会那么多 因为股价很烂 股价很烂 人家散户都喜欢买低价股 所以他们不会去买国泰金 他们买了一堆新光金 就买新光金以为说 你会有一天 我跟你讲 大家看到新光金这么多土地 大家都觉得他很值钱 没有一个人不觉得他不值钱 我觉得看到这个表 我从小在台北长大 你知道新光是泰山北东 很有钱的 以前那个大台卖瓦斯 那个大台卖瓦斯 我妈妈还每个月来我们家搜 搜那个瓦斯贝 我跟你讲 你走到台北哪一个商区里面 很多大楼值钱的都是 对啊 你台北火车站 台北人就有很强的感觉 火车站的新光三月大楼 那另外新一金化区里面 有多少是新光三月的 敦北商区 每一个商区都是这样 所以一般人都觉得说 这个高价八块 这怎么会不灭 结果八块又落到四块 他当然受不了 那其实有一点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 这是商周整理出来的 这所谓比较浅一点的就是发给你的现金 那比较黑一点的就是说 我还给你要现金 因为我公司营运不好 我要给你增资 结果你看 他给你 他给你比较少 那给你要的还比较多 那你看人家两家公司 都差很多嘛 所以我才说 为什么这些小股东 在这一次完全 完全会气炸 因为好不容易等到有一个机会 而且你知道 我觉得吴东进也是非常有意思 他每一次在股东会上面 他也不跟你沟通 那如果你去 如果你去看过股东会 我觉得他也是非常有意思 这个人 你从台下拍上去 你是看不到他脸的 因为他前面都放个非常大的花盆 把他完全挡住 不让人家看他的脸 所以他也不跟你沟通 他也不跟你讲 所以他也说 为什么有人说他很颅 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跟你讲什么 你也不要听 所以呢 所以为什么这个营运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就是 因为你就是太自以为是 不是 你长期不好彩彩 我跟你講 台湾这个彩彩的故事真的太好听了 台硕有台硕的故事 星光精 刚刚讲的 待会儿 玉峰我们讲 全台湾被绑架的这个家族里面 星光是最多的 然后呢 星光的 等于说家族的内斗 也是最精彩的 我跟你讲 保洁哥 事实上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星光可以说是我们台湾的三星集团 什么意思 你人这一辈子都不会脱离星光 比如以我家来讲 我大台北瓦斯 我是他的客户 对 然后那个星光三月 我是会员 然后星光保全 我家也有 我光是我家就有一大堆 就至少有三个跟他生活在 他家很可怕在哪里知道吗 台湾最赚钱的现金流 他都有 对 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 照理说 台湾的三星集团 那应该是做得非常风风火火 应该是 就是生意 做的业绩非常好 那也仅仅 逼不如仅仅 他们现在我那天看了一个数字 但我不确定 就是说他现在的整个市值 好像只有那个富邦跟国泰 大概不到他二分之一 大概零三分之一都没有 就是少了那么多 就代表着你不进则退 对 就是他爸说的那一句话 维持现状即是落伍 对 但是呢 我们昨天也稍微讨论过 他这个过去这三十年来 你说说他踩了几大地雷 2008年的一个金融海啸地雷 投资宏达地雷 但是他家大到倒不了啊 他只是透过不断的卖地 不断的卖地 他投资相关错误二三十年 但是他光是透过卖地这件事情 他还是一样可以活到现在 所以你就知道他家底有多厚 但他们这个家庭跟其他人 所以他以前真的比王永庆还有钱 我光看他从 你看他卖那么多地 你就知道真的比王永庆还有钱 但是你知道你讲到王永庆 这真的凸显出 为什么台座集团的王家 到目前为止 人家还是非常的就是一方之霸 不像是这个星光 现在已经有点就往下滑 已经没有其日的光辉 因为人不去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我光举个例子 台座集团我之前有讲过 他们会比如说 为了打政府关系 你是情报局退下来的 你是调查局退下来的 我会三井四拜托 把你找来我家集团干嘛呢 当我的门神啊 所以照理来说 你找来的政府 以前曾经在政府服务过的一些财经部会首长 来到这边 那很多人就希望借用他们政府的一些相关的人脉 或他们经验或是他们的关系嘛 那像李济叔就是一个 被他爸爸网罗来 就觉得是很重要很棒的人才 就没有想到 跟他们的千金竟然发生了两个女人的战争 大概有长达四五年的时间 两个女人不断放话 攻占财经版面啊 然后大家都想说 三毛 这样子 这样子 所以你就会知道 就是说 不知道他们家的公司治理出了什么问题 但是像这样子的画面 这样的场面 真的是过往很少在媒体上曝光 不太可能 爸爸用重金聘过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 结果后来却发跟千金 几次在媒体上隔空放话 到最后结果 这边辞了 结果他爸爸又把他网罗到另外一个事业底面 当副董事长 所以你就知道 光从这几件事情 刚刚提到 商周的那个标题就写得非常重要 不聆听的代价 他们家族在经营馆里面 确实有呈现这样子独特的风格 董事长 本来公司派信心满卖 因为公司派先干嘛 先把星光百货给掌握在手里面 把星光百货掌握在手里面 我问透了 你挡不了我了 可是为什么 这关键我第一次学到 原来台湾有民间通路 有三大委托书商 全通 长龙 联州 这三家很厉害吗 这三家现在据说全部导向市场派 导向市场派之后 居然把散户的很多的委托书 都收集过来了 一般散户的委托书 这三家收的话 大概在委托书发出来 一个礼拜之内全部收完 效率非常高 大家收委托书的效率 可以高达到八成到九成 这么厉害 所以你如果说百分之五十 是散户的话 他们应该可以收到百分之四十左右 那这四十的股权 如果说委托书的股权 集中在某一个对象身上 如果他这些所谓的法人的 或是个别的单一大股东有七%的话 那就赢啊 市场派就赢 不要谈啊 因为四十七% 所以吴东靖很紧张啊 吴东靖才跑去金管会说 你好好管管那个吴东亮啊 跟吴东亮没有关系啊 跟谁都没有关系啊 如果今天要这个金管会要介入的话 这三个这三大通路商 就不会去支持市场派嘛 这个简单 就表示吴东靖不够力了嘛 吴东靖的力量已经衰退了嘛 你现在跟金管会讲有什么用 你背后有谁嘛 背后有没有立委嘛 背后有没有阿扁嘛 有没有POWER嘛 对不对 他有没有书贞昌嘛 这才是核心问题啊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的话 吴东靖输掉了嘛 但实际上到投赛才知道结果了 因为百足之从死而不僵 那他们家族的传统 从无火师走掉以后 他们的传统就是交叉持股 对 他们就用星光的不同的关系企业 用交叉持股 因为他们的股权都不够 大股东 台湾的大财团的股权都不够的 都要跟个别的银行一指而始 你跟我抵押股权 我跟你抵押股票 所以他们单一股东都不够 那吴东靖这个个性 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小气的个性的人 我听过他的 我听过他的很核心的干部告诉过我 他在当时 譬如说举例上 他在管这个星光医院 星光医院是他管的 他连星光医院 换那个喇叭锁的锁 都他要决定 一个锁比如说三十块台币 对不对 他不行 他要选择哪一个 就是他决定 所以他的失败 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IMB的集团 刚刚讲到的 等于说从去年开始到现在 他居然吸金了25亿 吸金了这么多钱 本来掉下去都知道 但掉下去感觉上 有一点什么 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对 那你后面到底有没有人 现在黄国昌 警咬陈欧珀 白哥你知道吗 在宜兰 罗东 市中心最好的公正路上面 这一栋大楼买下来之后呢 他有没有自己用 他没有自己用 直接给陈欧珀来当竞选总部 一楼就给他当成竞选总部 然后开始使用之后呢 陈欧珀有没有付出金给人家 没有吗 没有付出金给人家 然后呢 就开始用 用完之后呢 等到事情出现之后呢 背后了 背后很多的合照 很多春酒照片出来之后呢 陈欧珀就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是透过一个共同的朋友 我跟他不熟 那是黄国昌就指引说呢 那你跟他不熟 人家为什么要给你用 然后呢 给你用之后呢 你又没有给他租金 没有给他租金的情况之下 他不是说是透过朋友吗 可是现在又讲了 陈欧珀你平常在走行程的 这台previa 一台两百多万的保姆车 是谁的 也是 车子也是他的 对也是他的 所以呢等于说呢 这个车子 然后加上 加上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竞选总部 全部都是给他用 黄国昌讲 请问陈欧珀先生 载着你跑行程的保姆车 是哪里来的 那台车怎么刚好 登记在 AMB集团下的公司 对这个重点来了 他连行照都拿出来了 行照上面讲的就是 桃园监理站 桃园监理站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讲的 国委大will呢 他原本做这个 诈骗在哪里做 坐在桃园做的 那为什么要为了你一个立法委员 我特别跑去罗东 我又买了一个招待所 1600坪 我又买了一个市区大楼 然后市区大楼 我不用 给你用 还给你一台车 对 我还把从桃园监理站的 我们公司车拉过来给你用 你讲一个重点了 陈欧珀是宜兰的 对 你的公司在 你要处理也处理桃园 对 你处理到陈欧珀 你想想看 我炸了25亿 我前面炸了25亿 我后面又炸了25亿 但是呢 快事情快变康的时候呢 我就离开桃园了 我全部保我的 买房子要不要钱 要钱 对不对 这些钱砸下去之后呢 是不是他最后的一个资金 把它放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 其实我们简单来说呢 他就最后资金两条路 第一个去买这些不动产 买这个 这个罗东的公正路的房子 买一整栋 然后还有他的招待所 1600亿 还有给掉一局 那笔钱 我都弄出去之后呢 你想想看 现在很多人被骗 被骗大概是被骗了50亿 大家就在想说 好你这个房子 我至少刑事局 有办法把你查扣到了 查扣的之后呢 才发现说呢 早在他被抓之前一个月 全部设定光了 你想想看 什么叫设定光了 设定光了 就表示说呢 你这些房子 都弄走了 我花了这些钱买房子 之后呢 我把它做了一个债权 去设定 就是这栋房子 上面还有大大的名字 立法委员陈欧破 对这栋房子 现在呢 刑事局已经把它给扣到了 扣到了之后呢 大家觉得说 我至少拿一点钱回来吗 我被骗了几千万 拿点回来 没有 这些房子全部都已经被设定完了 拿不回来了 拿不回来了 而且这时间点 这timing非常非常的巧 就是在刑事局 抓人钱的一个月 如果不是这个诈骗集团有内线 如果不是有人告诉他说 不行了 你这个陶检地方没有办你 但是北检有人要办你 你要赶快来结束 赶快把这案子给弄完之后呢 现在这些人 看到这些钱 你也拿不到了 因为全部都设定完了 欢迎收看订阅观众 这些课 之后 我们这样听讲的就是 你很难想象 菲律宾对中国竟然硬起来了 在原外交这个地方 三艘菲律宾的巡逻舰 对于一个中国更大的海警船 三艘包围 就要把海警船给逼走 逼走之后 中国到现在有任何反应吗 没有 除了它的小粉红不再讲 我们现在把你的马德雷3号给拖走 但到现在有拖吗 没有 那只有菲律宾现在对中国强硬吗 现在你来看到这个是万安滩 这个就在整个越南的旁边 这个地方有丰富的石油 结果中国也想燃至 就没想到中国的船子进来了以后 菲律宾也来了 现在菲律宾跟中国的船子 居然在万安滩 两边已经多次的对决 已经两边多次的对峙 结果现在 越南也把中国的船给逼走了 你也可以看到 现在居然是 越南跟菲律宾两个国家联手 在中国在这个地方 对中国同样的下重手 而且我们就说嘛 你灭国神器 开到中国的家门口的时候 中国应付都来不及 他现在南海问题 他现在有点 这个没办法应付 结果你知道 现在菲律宾跟越南 都同时之间 对中国硬了起来 同时硬起来了 你看这个马德雷三号 来说的话 这个中国要拖走 现在不敢拖 他只在拍出这个拖船 在旁边绕来绕去 但是我觉得更细 拖船来了 不敢动 他在那边绕来绕去 那更我觉得 比他细剧化是在万安滩 万安滩这个地方是什么 这个地方其实是 中国跟越南的争议的海域 尤其这个地方呢 以前中国想在这边开油店 就没法被越南先开了 被越南先开了 中国就很不爽 一直在那边绕一绕去 结果那越南船跟你走 你来之后我赶你走啊 而且那 越南把中国赶走 而且越南的船比你的小 他照常把你赶走 那他事实上这几天的 你说这个就是 越南的专游平台 就在万安滩 对 就中国海警察想要来这边骚扰 对 想要把这个专游平台给弄掉 结果越南的巡逻团 取舰就过来了 而且他们已经对峙了非常多 从三月到现在为止 非常多次在万安滩这边对峙 觉得他惹到什么地方呢 惹到现在东协跟印度了 他们就索性在万安滩这边 进行一个军演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 扼住整个这个东 这个所谓南海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他就觉得要守住这个地方 所以等于是一个万安滩呢 让整个东协还有印度还有越南 对中国都不爽的一个状况 所以现在等于是 那你要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 五月十七号 那菲律宾跟越南就说 我们要加强战略伙伴关系 特别是在南海 所以菲律宾跟越南 什么时候这么交好过了 什么时候 两边要共同签约 加强战略伙伴关系 对 所以也就是 两个国家也被签起来 那说到一点就是 都是美国的收益之下 我认为说 这个南海的国家 你会互相团结起来 对抗中国 事实上对中国来说压力非常大 为什么 你看 这个中国的这个麻六甲 麻六甲恐惧来说 一过了麻六甲 你就算可以过新加坡 到这个地方来 歪南滩现在是谁 是越南的 那你在往北走来说 这边有菲律宾 再紧接下来 你在往北走来说 现在日本 这是日本的左士堡 这边来说话 有这个美国的尼米兹 它可以控制整个上海港 然后这个震海港 可以控制整个华北 现在整个中国的 所有的生命线 都在美国 还有他的盟友的火力范围之内 所以说 美国已经串联起来了 它现在已经把 二战对付日本的那一套 弄过来了 你最下面的是澳洲 澳洲之后 我们看到了 我控制了马六甲 我控制了外安滩 我控制了人海礁 我控制了台湾海峡 我控制了 这个所谓的公国海峡 我再接下来 我又控制了对马海峡 全部都是重兵对阵 我完全把你封锁住 而且现在都站在我这一边 那所以对中国来说 当然压力压力非常大 那另外一个是 非常非常荒谬的画面 这个是越南的渔民拍摄的 我靠你这么近 我可不可以用什么 我发射什么鱼壘 什么炸掉你 这是有可能的 越南曾经在 以前就曾经用这样 炸过美国的直升机航母 所以那实际上山中央被拍 他完全不知道 所以那实际上对中国来讲 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张照片 跟一个影片 你说其实在越战的时候 当时越战的水鬼 也是越战的蛙人 曾经就这样的潜伏在 他的直升机航母的底下 我底下放了炸弹 把一个直升机航母给炸掉 如果我可以这么近 我当然可以接近你 接近你以后 我可以在底下放炸弹 你结果三刀号 对他是完全没有防备 对好我们现在讲 最新的这个发展 就是南华早报说的 我们在万安探附近来说的话 你看这就是万安探附近了 越南的船只跟中国的船只 在这个地方互相对峙的这个状况 白色的黄色的就是越南的这个船只 那红这个所谓绿色 就是中国的这个船只 还有其他的这个不知名的这个船只 你看这个中国的船只在这边 越南的船只在这个地方 这样子互相的 他们互相的交错的这个状况 那为什么这样 你看中国有两艘这个海警船 七艘民兵船 还有一艘这个调查船 要通过万安探附的海域的时候 被三艘的这个越南船只 紧紧的跟在旁边 那就是他们走了这个路线 你来来回回来来回回这样一个状况 你看他们走的路线 是相当混乱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我来你就退 你来我就退 大家在那边互相追逐的情形 那我们讲为什么万安探非常重要 我就讲以前中国一直对万安探非常难以接受 保险到最早最早的时候 要去万安探开出石油 或是振车出石油 是中国比较早去 但是因为这个离中国太远了 而且中国没办法开产 所以后来被越南截竹先登 那越南截竹先登 越南就开始开产 先装游进 所以中国不爽 中国一直要想把它弄掉 但是问题是你弄不掉 你来的话越南就来 所以变成是这样 你只要敢靠近我就驱逐你 你敢靠近我就驱逐你 但是中国又很想去看 所以双方就在万安探 已经出现了非常多 你追我 你追我 我追你的这个一个画面 所以现在在南海 已经不是只有菲律宾 中国船给赶走 现在越南船也赶走 是 现在不但越南船赶走 马来西亚也来了 好我们就讲 实际上还有 我们刚才讲是5月 这是最早最早 最早报导是3月26号 保险上就是有一艘中国的海警船 还有一艘越南的海洋的这个监测船 两个就在这个地方对峙 对峙了越末90分钟 两个一度喔 你看插到10公尺快要撞上喔 就对峙了90分钟之后 中国船是被赶出越南的领域 那为什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保险你知道 中国海警船是这么大只 越南是这么小 结果没想到你还被赶走 所以就是这样你看 他们两个就在那边 第一次对峙 第二次对峙 然后就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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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船只就走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看起来越南是真的想 是敢撞的 他想要去撞你喔 你如果真的来 我就给你试试看 就中国想说糟糕 那我就没办法了 你看这个史丹佛大学说 考虑到这个尺寸上的差异 越南船只应该是相当大胆 所以因为中国的船只 是越南的两倍 两倍 这一定是非常紧张的交战 所以你知道现在显然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 中国的海警船 是越南船的两倍 结果是被整个越南船 咄咄逼人 一直想撞他 所以你知道 越南是有guards的 他们是真的 拿出守护领土 一点都不能少 你中国不是说 一点都不能少 你根本没有那个guards 那五月多又来一次 这一次是 中国的船是这样 全部这样大局的南下 就你知道 越南的船来了 他怎么 他就给你穿过去 你的编队 船队 你的编队是这样往下走 你看五六艘船这样子 他可以从中间穿过去 所以你知道他是很故意 他就是故意要给你 你来这个地方 你要来这个地方 进行什么 专载平台的这个考证 什么什么 我就给你 我就给你船只 从中间穿过去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 等于是在整个 外南船上面的 这个油田来说的话 是中国跟越南 因为我不知道 这个没办法无解 因为外南船的油田 根据中国的考证 是相当相当丰富 他们 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 他们想要看你 越南到底 开了多少油 所以你只要一来 越南就绝对会来 所以我就说 他们是都是用 越南是真的用 生命在守护外南船 可是看起来的话 中国似乎是 比较怕的那一边 所以你说 现在当美国说 我现在当你们 南海这些国家的靠山 现在这些补给 这些运补 我都要介入之后 他们对中国的态度 就越来越强硬了 而且我觉得越南 是其中比较强硬一个 你看越南 你中国不是在那边 填海造陆吗 越南也是一样 你看这张图来说 这是另外 其中一个岛 那你看事实上 原本是这个样子 你看他现在也填成这个样子 那很多岛都是这样 他都是一直不断的 在里面建设 建设 那事实上对 整个南海里面来说的话 美国绝对要抓住的是越南 为什么 因为在南海整个领域里面来说 越南有28个被他占助 那中国来说的话 大概中国月末 是有9个左右 那这个马来西亚有3个 菲律宾有7个 印尼有2个 所以等于是说 越南占领的最多 最多岛礁 你只要能够越南控制出来说 你等于就是把整个南海的领域 完全控制了 牢牢 中国也被迫了 你整个生命线 就掌握在越南的手中 而且菲律宾跟越南 刚刚不讲 已经牵立了一个战略伙伴关系 而且菲律宾的外交部 居然怎么讲 他说菲律宾跟越南要密切合作 他说 我为了这些争议性的水域 对 我们的合作是有效 而且是实质性的对抗 某个国家 而且他讲的非常有意思 对 两国对于破坏岗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的 单方面活动 表示严重关系 什么样的 哪一个单方面 就是指中国 所以事实上两个国家 真的是毫无影響 就两个国家 整合起来 要对付中国 特别是在整个南海领域里面 而且你刚才特别讲到 你现在从对马海峡 你现在到了宫古海峡 到了台湾海峡 你现在到了巴士海峡 到了我刚才讲的 包括你要进到南海这个区域里面 甚至马六家海峡 现在美国全部都把手伸进来了 对 我们就讲 为什么万岸滩这么重要 你直接来看 万岸滩在这边 它距离越南的金兰湾在这边 那距离新加坡在这个地方 所以等于是说 你一旦进入马六家海峡 往北走 你很快就进入万岸滩 万岸滩现在被越南掌握住 它可以从金兰湾来接住你 甚至如果从菲律宾的海港出来 也可以很快来 比你中国山崖到远太多 所以中国是无力可以救 所以万岸滩是无论中国也很想拿下来 可是问题 拿不到 被越南控制住 所以我就说 你看 就跟目前为止来说 你看我们前一阵子来说 不是讲吧 东盟跟印度在这个地方演习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东盟也 印度也知道说万岸滩很重要 所以他们印度跟东盟 就在这个地方 船只在那边演习 就演习的时候 你知道 当时的时候 中国的这个船只 就来到这个地方 来看你们在这个地方演习 所以这个地方 也就是当初我们讲 中国跟越南的船 船 船景在这个地方 对峙的这个状况 所以这个地方是 整个东协 印度 中国全部都非常关心的 一个万岸滩的这个状况 而且中国自己的讯息来讲说 当时中越对峙多少个小时 30个小时 对峙30个小时后 越南后面有谁 居然有7艘运渡的军舰 对 印度的军舰 在越南的后面当靠山 因为他们当时在那个地方 进行一个军演嘛 所以他们说 因为在军演这个地方 所以当然啊 中国是不敢怎么样 所以那事实上现在 整个中国来说 在整个南海里面来说 是不是处在一个 吃鳖的这个状态 而且更有趣的是 马来西亚 对 马来西亚安华事实上 刚当选之后 他在4月有访问中国 访问中国的时候 其实当时来的时候 他们就说 这个马来西亚认为该领域是 这个 因为为什么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中国跟马来西亚 也有所谓土地的争议 那争议在什么地方 主要在这个地方 在沙劳岳这边 因为沙劳岳这个地方 有非常多丰富的石油 我们知道 问来就因为石油 赚了非常多钱嘛 但问题是 这个马来西亚把它开得比较出去 所以这里面来说 中国认为说 你好像侵犯到我的这个状况 结果你知道 马来西亚总理就说 马来西亚认为 第一次我们 马来西亚的领土 尽管北京方面反对 我们要继续探探 所谓的石油跟天然气 所以也就是说 你要给我 这个很多商机 OK 但是讲到所谓的 油田这件事情 我们马来西亚 是绝对不会让步的一个状况 好 那你刚刚讲的 最有趣的是 现在越南的渔船都不怕你 越南的渔船 都敢近距离去拍摄你的山东界 当然我们就讲 越南是很有概念 要守护整个南海的 你看 这就是我们最新的这个画面 就拍到你嘛 那拍到你很多人说 那你怎么能够确定 他就是山东号 因为从他的玄号里面 就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确定是山东号 那确定是山东号的时候 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因为越南的 这个渔船 可以这么近的拍你 报警 曾经在1964年的5月1号的时候 有六个越南人 他们就用所谓的这个 用所谓的磁性炸弹 然后慢慢的靠近 当时的美国的卡德号的直升机航母 就没想到他们就慢慢的靠近 就找到了这个动力舱 就把这个磁性水泥 就粘在这个船舰上面 后来引爆 就真的把它炸死了 把炸了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如果我能够这么近距离的看到它 越南人会不会重新再来一次 谁也说不准 好 题会 我们再看看那个越南的渔船 而且他们拍的时候很高兴 两个越南的渔民 我们当然听不懂他讲话 非常高兴地去看 说那个前面这个就是山东号 这么近距离 非常不寻常吗 我们以前曾经讲过 美国的航空母舰只要出来 它的周围500公里都是进航区 不可以越雷似一步 怎么可能说 我有个渔船在旁边 而且我拍了非常久 我还可以roon in 我还可以roon out 我可以roon in 可以roon out的时候 我就可以对这个船进行破坏吗 而且他们还仔细喔 后来我们看到那个翻译 他说他上面还去算 他上面有多少的战舰 只有一艘 不 只有有多少的军 那个舰载机 只有一艘 只有一个舰载机 所以我们说山东号 的确是有问题嘛 那当然他是在演续没有错 问题是什么东西 他的护卫舰呢 护卫舰跑去哪里了 没有护卫舰 这到底讲的人来讲的话 不可能让越南的渔船 靠近这个地方 你知道越南 是除了中国之外 海上民兵最多的国家 他没有海上民兵 所以他根本不是渔船 你告诉各位 这个可能就是 越南的海上民兵去拍的 这不是越南的渔民 越南的海上民兵 他有可能有爆破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不是只有 中国有海上民兵 越南也有海上民兵 其实中国是学越南的 学越南的 越南是最早有海上民兵的 然后后来 中国开始组建了 他的海上民兵之后 才开始规模越来越大 但是问题是什么 让这个越南的海上民兵 那么靠近他 这个是匪夷所思 但是重点是什么东西 刚刚会提到 有印度进来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越南他把这个所有的南海的 万岸泰这个地方 全部换个区 然后开始投国际标 有西班牙的 有印尼的 有俄罗斯的 有日本的 有钱大家赚 对对对 全部都进来 那越南自己不去守护他 那由各国自己派舰来 守护他自己的专举平台 所以我今天如果是印度得标 印度的专游平台 就是你印度自己来保护 对啊 没错啊 就印度的商 由商进来之后 所以我都称为叫做 越南的门戶开放政策 现在他把所有的 而且不要小看哦 因为万安滩的开采石油量 在疫情之前 至少在疫情之前 他占了整个越南的 GDP总收入20% 非常非常高 那么高 所以越南国家石油公司 非常非常赚钱 那他从哪里赚 就是万安滩 万安滩 所以中共眼红啊 中国眼红 他一定要在 他说以前曾经讲过 要在这个地方开一口井 问题是到现在为止没办法 被海警还被追着跑啊 被渔船包围着山东号 我觉得这都非常非常的 这个不禁止 就是说对中国来讲 他相对来讲的话 就变成不禁止 但是可以相对来看的话 越南他其实跟菲律宾开始 这大家一起开始串联了 其实讲马来西亚 因为马来西亚以前来讲的话 事实上跟中国是比较友好的 但是后来呢 在最近这五年当中很奇怪 中国也不断的去骚扰马来西亚 以至于说马来西亚在南海这部分 因为马来西亚你知道 在吉隆坡有两个双子塔嘛 对不对 那个就是马来西亚的国家石油公司的 他在南海这个地方 有一百多座游警 一百多座游警 中共每天去骚扰他 结果后来呢 现在包含我们以前之前 不是在疫情期间有盘石箭吗 有一次绕过南海进来 回来那一次啊 后来上面得到疫情啊 那一次其实是美军澳军都在那边 澳洲的军队还有美军都在那边 协助马来西亚 来对抗这个中国的海警船 所以其实在这个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的盘石号有去挡中国的海警船吗 号称经过太平岛 事实上就是跟美澳之间来合作 但是重点是什么 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越南 已经连成一气了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越南跟菲律宾之间 早就已经在谈一件事情 就是所谓战略合作的关系 那如果说 连越南都可以跟西方国家 来谈这个事情的话 这个中国对中国的包围网 在南海这一块来讲 就慢慢的在形成 菲律宾的外长讲 我们现在跟越南签这个是有效 而且是实质性的耶 是啊 所以菲律宾你看 背后绝对也是美国来 这个所谓的鼓励菲律 你好好的跟越南之间 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因为越南其实以前都蛮避讳的 他不太愿意跟西方国家 因为比起来讲 共产主义国家 所以他不太希望 跟周边的其他的民主国家 有任何的交割 但是重点是他的南海问题 被中国这样子不断的 一直骚扰 他也不得不跟这周边的国家 开始友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这个结盟的态势已经形成 那这个结盟态势 刚好就美国很技巧性的 用了南海的议题 让大家团结在一起 好 董事长 刚刚讲到的 本来以为说是菲律宾 在美国的支持之下 也现在印起来了 印起来以后 你本来说是马德雷3号的运补 美国说你运补不了 我帮你运补 然后现在中国要来骚扰 现在菲律宾把你赶出去 赶出去 然后现在中国一筹莫展 结果看到了 南华早报奖 没有哦 重点不是仁爱交 重点是万安滩 原来在这个地方 中国跟越南的船 已经对峙了很久 有一次还对峙了30个小时 对峙了30个小时以后 后面还有印度的战舰 在后面包住越南 代表 越南 菲律宾 两个一卡 那中国的南海 不就被卡住了吗 中国大陆 这个很奇怪的一个逻辑 就是说他一直想要经营南海 把南海变成所谓的固有疆域 对 这个玩意就很麻烦 然后跟全世界宣称 是他的这个国家的核心利益 对 他到处都核心利益 你搞什么东西嘛 就你又没有能力维护 你的核心利益 没有能力 美国现在联合就是主要日本 把日本跟美国 美国现在是世界第一霸权 对 日本曾经是亚洲第一霸权 所以在这种担任过霸权的国家 他懂得如何治理这个整个来做殖民 对 或是说来这边掠夺或是侵略 或有文化性的上面的这种这种胜利 中国现在陷入俄乌战争的这个困扰里面 被拖住了嘛 拖住的话 他的后援无力嘛 好 那现在美国人现在很厉害 美国现在把日本这个捆农所打开了 对 打开之后呢 日本是什么样的国家 日本搞过大东亚共农圈 日本懂得如何殖民 如何侵略 如何占领 他都懂 而且据说东南亚有哪些矿产 东南亚有哪些 好我现在讲了 他最清楚 那我请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在这个21世纪里面 东南亚是不是一个新兴的一个经济发展区 是 全世界最大 为什么 因为中国释出的所有的订单 都会到东南亚 那订单从哪里来的 订单从美国来的 从欧洲来的 看起来是日本来的 所以美国提供了 所以这三个条件 一个就是 一个是市场 一个是技术 一个是资金 这三个条件 美国跟日本都组合起来 提供给你东南亚 东南亚一定帮你干的嘛 这有什么好讲的 而且订单从哪里 就是本来要给中国的 把你留出来 它变成一个很特殊的 一个高科技的产业链 这个产业链 整个就把中国截断掉 对 这都排除掉了 这种纷争 会日益不断的 持续发展下去 让你中国现在没有实力 去维护你所谓的这个 在地上区域性或海上利益 而且它的海军能力不够 你根本也没有实战经验 所以在整个困扰的情况之下 它在亚洲的整个布局 会被美国跟日本联手 再去支持这些东南亚的弱国 变成一个新的一个 新新的一个经济的发展 共荣圈的话 那这个中国在这边的发展 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困扰 所以中国的内部 现在目前又陷入所谓的 这个经济的恐慌嘛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 中国的这个 他的国家领导 在这个礼拜开会 常委会议决定了 从第二季第二季开始以后 要全力的要救经济了 这是这个礼拜的最新消息 要救经济了 他第一季的财务报表 看起来情况还很好 他知道后面会很坏 后面的坏日子来临了 常委会是习近平 亲自主持的会议 所以这个情况 都已经他没有力量 在这种扩张主义上面 他能够得逞 难怪菲律宾这样子对你 你不敢有任何反应了 没有力量 现在主要是没有力量 这个没有力量 就被检验了嘛 所以这个南海的问题 会持续的恶化下去 好 听会 刚才讲到 现在不是只有菲律宾 不是只有越南 如果菲律宾跟越南 都敢找你麻烦的话 那西方世界 其他的国家 当然更敢了 我现在看到有些新闻 都把我笑死了 照理讲 你今天在中国 你有一个外交使馆区 外交使馆区 在人家土地上 当然是以主为尊嘛 就是你说 克水主编 我配合你吧 就现在 你现在看到的 加拿大的 包括了捷克的 包括波兰的 美国都根本不用讲 全部都大幅的张贴 我们支持波兰的标语 那当然对中国来讲很尴尬 那中国就在 你不要再贴了啦 不要再搞了啦 就这些人完全不理他 继续贴 然后更夸张的是 那中国不是派一个特使 去了乌克兰吗 那去了乌克兰之后 更好笑的是 去了乌克兰之后 碰到了一个闭门庚 对你看到现在这个画面 是美国的大使馆 驻北京大使馆 然后接下来波兰也好 或者是各个国家也好 其实他们有个共同特点 就是挂起了乌克兰国旗 或是用投影的方式 把乌克兰的颜色的国旗 把它放上去 那这种举动呢 引起了中国的这个外交部的不满 还召集所有的大使馆 来告诉他们说 你们不要违反什么 外交关系公约当中的什么 这上面不能有什么政治标志 或什么的 请问一下 人家把乌克兰的国旗 放在上面有什么错咧 对不对 其实严格讲来讲的话 他也是一个国家国旗 更何况你中国自己 跟乌克兰都有邦交 人家不能拿乌克兰国旗放在那边 那难道是要放中华那边 各国旗就好了吗 所以对他来讲 这算是什么政治标志 这不是政治标志 但是其实中国更担心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内部来讲 有很多人 很多中国民众 跑到这些大使馆面前 然后去比不雅的 这样的一个手势之外 另外还有车子 上面还骑着Z 所以说他们是支持俄罗斯的 所以他们不断的用脏话在骂这些大使馆 因为在这个俄乌战争的时候 只有两个地方去支持俄罗斯 第一个是台湾的某些人 第二个是中国的大多数人 那中国的大多数人被教育 所以我要去支持俄罗斯 所以这些使馆 我们支持乌克兰的时候 中国这些小粉红 就在那边去比中子 就跟你难开 所以搞得中国现在起虎难下 是啊 那如果这个民主主义 不断的上升来讲 他也很难处理 所以外交部是希望能够低调 但是问题是他规范不了这些大使馆 因为根据外交关系公约 这个使馆不得侵犯权 所以使馆你没办法做什么东西 他其实中国的官员 其实管不着 但是重点是什么东西 重点是他派了一个特使团 跑到了这个哲伦斯基面前来讲 跟哲伦斯基要提任何的 什么样的计划 但是说真的 那一通电话打过之后 就是习近平跟哲伦斯基 那句话是打得不请不愿的 现在派了这个特使团 主要是目的能够安抚乌克兰这一方面 但是实际上没有谈到什么重点呢 还在提出什么 四个应该 四个共同 三个思考 然后提到那个所谓 中国政策立场文件 然后完全没有提到说 到底重建基金 那个钱要重来来 不是说我中国怎么进入 而且乌克兰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要我割让任何土地来寻求和平 那门都没有 代表说你中国今天要跟我谈的任何方向 乌克兰根本不跟你谈了 是啊 那个哲伦斯基就是要把克里米亚收回来 那你中国支持吗 你要表态吧 那你一表态的话 你又得罪俄罗斯了 所以说真的 这个特使团 基本上只是一个去安抚哲伦斯基的概念 但是实际上没有达到任何的功效 中国政策不是有左之右处吗 对 说不定也被哲伦斯基看破手脚 你中国基本上来讲的话 你立场是根本不可能改变的 而且你不能做任何事情了 我怎么寄望于你呢 所以对哲伦斯基 对这个中国来讲的话 正在处理俄乌战争来讲 这个前后进退失去啊 不管是在北京 或者是在基辅这个地方 两个地方都同时闹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而且要不要好笑的是 中国你现在还在所谓的调停 你还在想要所谓的停火 人家全世界现在都不是了 照你所说的 现在全世界都为了战后 怎么样求偿 怎么样的割让土地 然后怎么样的去重建乌克兰 是啊 因为中国自己本身想当调停者协调者 但问题是他到底有没有那一个本能能力来处理这件事情 看得出来现在全世界的方向都已经转到所谓的 要跟俄罗斯求偿 而且冻结俄罗斯在当地国的所有的央行的资金 所以对中国来讲 你敢冻结俄罗斯的央行资金吗 俄罗斯4000多公里的边界马上回军南下 那你中国怎么办呢 所以对中国来讲 现在就是进退失去 好 正好 现在就终起美国CIA居然发布一个影片 干嘛 他说你们现在很多俄罗斯人一定什么 一定非常的不满 你们一定对你们俄罗斯政府不满意 现在干嘛 你们可以来投靠美国 你可以投靠CIA 之前讲俄罗斯问你们这些俄国人 他就要把他招募成美国的间谍 对 现在俄罗斯真的强倒众人推 就是知道俄罗斯要垮了嘛 所以CIA在这个时候发布这个招募影片 真的喔 一 可以真的招募到一些间谍 二 可以让普提什么 就是我周遭可能都是CIA的间谍嘛 为什么 因为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CIA 中情 美国中情局发布了这个 招聘俄罗斯人当间谍的影片 招聘俄罗斯人 而且这里面讲的非常非常有这个 我坦白讲有玄机 第一个他发布在哪里 Telegram YouTube Twitter IG Facebook 所有你可以想象的社交平台 你都可以看到这个影片 对 这个影片呢 在最后呢 会有留下一个联络方式 他说这是完全匿名 安全的与CIA联络的方式 而且呢你知道吗 这不会是俄罗斯的钓鱼吧 这不是 这就是CIA 真的CIA CIA有公布嘛 而且CIA官员直接讲说 俄乌战争 他能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 让你来投靠美国 而你知道吗 他最后下了一个非常非常诱人的耳 让那些人来反叛 他说 由于你们的行动 你们将会有尊严的生活 这非常大的暗示啊 就是比如说你是俄罗斯的高官 你要如何有尊严的生活 俄罗斯倒台你继续当高官 你如果是俄罗斯的普通人 你要如何有尊严的生活 俄罗斯倒台我让你庇护到美国来 所以其实他这个你 我让你有尊严的生活 所以美国现在在招详那派 在招详那派 这等于是推倒普丁最后一块旗子嘛 而且很有可能是俄罗斯的高官 心里都会心动嘛 就算没有投降 普丁也会觉得他这招都是投降的人嘛 到时候CIA在泄露说 这是什么某某参谋长讲 某某谁才才讲 这也是两面刃耶 这也是一种离间计 这也是一种离间计啊 所以这个美国真的是很高招啊 释出这个影片 那另外呢 我们发现俄罗斯过去有非常非常多的 莫名其妙的暗杀事件 真的乌克兰承认就是我们 潜入俄罗斯的暗杀行为啊 乌克兰去暗杀了 先不讲乌东很多地方官员 因为汽车战争被爆炸 最有名就是普丁的情形叫杜金嘛 杜金不是一个神秘学大师嘛 每天跟普丁抵一堵 讲些奇怪的事情 他的女儿坐车爆炸身亡 这是一个事情嘛 还有呢 主战派的作家 爆炸身亡 知名军事布洛克在咖啡厅 拿到一个模型后 然后爆炸 这些东西呢 现在的乌克兰的 军事情报局的局长都说 这些都是我们 都是乌克兰干的 对 都是乌克兰在敌后去做暗杀的 那这个东西呢 你要知道 普丁的情形 杜金是差点被暗杀 原本这台车是他要坐的 他跟他女儿忽然说 我晚点回去 让女儿先上车 所以现在乌克兰这种暗杀 这种汽车炸弹呢 是用的非常非常的厉害 另外给大家看啊 就是这个所谓的 匕首极音速飞弹被拦截的画面 我们最近讲了非常非常多 匕首极音速飞弹被拦截的画面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喔 5月17到5月18 就是5月17的晚上9点到5月18的凌晨 就这几个小时喔 乌克兰经历了一场俄罗斯的饱和攻击 可是这个飞弹的饱和攻击 竟然六枚匕首全部都被拦截下来 俄罗斯那时候是这样喔 因为最近太多匕首飞弹被拦截下来 俄罗斯脸面挂不住 对不对 所以在5月17晚上的时候呢 是直接用30枚飞弹 有海基 有空基 有陆基 其中有六枚是匕首飞弹的 结果你看到画面全部都被拦截下来 全部被拦截 而且匕首飞弹有多难拦截 因为匕首飞弹是空射型的 你并不知道这些苏凯的飞机是飞到哪里 发射匕首飞弹 便是说他是发射完侵入领空 乌克兰才开始计算轨道才开始拦截喔 所以对于这个拦截非常非常难啊 所以这件事情让普丁非常的愤怒 而且非常的恐惧 第一个愤怒是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侯灯 这是我最后的镇国神器 居然被拦截掉 第二个是你被拦截就代表有间谍 有人把资讯 有人把这个所谓的密码 告诉我的对手 所以他现在在抓人了 不是我先跟他讲 第一个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少一谷超好笑 少一谷说什么呢 我们爱国者飞弹 没有拦截到我们的匕首飞弹 是爱国者飞弹被我们匕首飞弹击弱 这不是很奇怪吗 你匕首飞弹打过来 我爱国者飞弹把你打下来 你一样讲说是匕首把爱国者飞弹击弱 好啦就算是你击弱好了 那你去击弱一个防空飞弹干嘛 不是无聊吗 第二件事情 克里姆宁公表示 17号有三名从事极音速飞弹研究的俄罗斯邪者 被抓起来 这三个邪者被控叛国罪 当然了 你觉得他们是叛国吗 我觉得他们只是普丁的哲修部 就说普丁没办法承担匕首飞弹被拦截的状况 所以只要抓三个人来说 是因为他们泄露情报 所以我们才被拦截 所以现在整个匕首飞弹 坦白讲也不管啦 反正罗森门 可是重点来了 现在巴赫姆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给大家看这是巴赫姆特 巴赫姆特的南方地区 这一块绿色被乌克兰侵占下来 这个蓝色的地方有什么了不起 小小一块地对不对 我跟大家报告 这是巴赫姆特的高地 换句话说 这个高地呢 俄罗斯当时是固守高地的 这是巨高地 对 因为在打这个平原站的时候 如果你有至高地固守的话 你是由上尔向攻击 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所以未来 这个高地呢 一被乌克兰拿下来之后呢 所有破炮 所有火炮 从这个高地可以涵盖整个巴赫姆特 所以普丁 俄罗斯的军队 是根本拦截不下来的 所以现在整个巴赫姆特 大家在问 为什么巴赫姆特 可以守这么久 对不对 现在有一个状况 已经解密了 巴赫姆特之前有地下城 我们有跟大家讲过 巴赫姆特是以前的盐矿区 所以有地下城 可是地下城 他们粮食 粮食蛋要怎么来 原来当时 苏联时代的时候 在这个巴赫姆特地下城 修了一个连外的道路 就我们看到这个连外道路 这个连外道路 可以连外去补给 几十公里外的另外一个 烏克兰的另外一个城镇 所以其实就是透过这边来去做补给的 所以整个俄乌战争 坦白讲乌克兰现在的胜算非常大 所以董事长 这个CIA在打什么算盘 他真的在最后的阶段里面 我透过这个招募的广告 我去分离分化整个俄罗斯的民心吗 这一招真的非常狠吗 这个就表示现在的世界跟过去的 所谓的这种苏联时代的最大差异点 差在哪里你知道吧 因为俄罗斯这个国家 包括中国这个国家 都大量的跟西方交流 因为这个交流 全球化最后的结果大家混在一起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CIA早就渗透了 他怎么可能到时打仗在渗透你 他怎么每天在干的活 他的这个所谓的东方局 他每一个站每一个站都把那封 早就处理好了 怎么会让你还有什么漏网之鱼 这个现在放出来都叫做情报 都叫做烟幕 你不知道真的假的 但是现在很简单的东西 他的科技情报知识是确实成功 他怎么可能说乌克兰人 你要注意这个消息来源 你要读报 乌克兰人现在在基普的附近 他只有两套爱国者飞弹 能够打掉六个 有三十枚飞弹 其中有六枚是这个 闭手飞弹 怎么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不是乌克兰人干的 当然是老美干的活 才干的老美 亲自操盘的 这个操盘很简单的 这个逻辑刚刚正好讲了一半 其中另外一半就在哪里 他在你这个乌克兰人身空的同时 他就监控你了嘛 那中间的那个 为什么要抓这三个人 我高度怀疑 他一定是中间的那个整个的 他的整个密码被解码 远速都知道了 你在解码的时候 我就可以追踪你整个这个 整个的整个的 整个的飞射的这个路径 你飞射路径 不管你怎么弄 一定是有一个开始一个点 一个结尾一个点 我隔壁在 我隔壁在中间抓你干嘛 等下你进入我的社区范围 那爱国人飞弹他他打出去是 他不是打一个点 他是一个面积的轰炸嘛 所以那个破片只要碰到你就爆炸了嘛 所以他那个整个的范围 他是用演算出来的结果 哪里是三个四个 可能有人叛国啦 也可能是正好刚刚讲的 有些人 有些人这个他要找个理由 来搞这个事情 但是整个确实是 这个整个 就是俄罗斯的军事高科技情报 被渗透 我觉得这个是事实 你刚刚讲说 郭台铭经过一天一夜的冷却 看了所有的资料 他才发现他被朱立伦耍了 朱立伦耍了以后 他就很火大 很火大之后 他现在已经通知很多的媒体 说他要接受专报 我刚刚听得一热一热想 真的假的 现在一直支持郭台铭的陈玉珍 居然讲说 郭台铭真的以为自己会被提名 所以把所有的活动都停掉 所有都停掉了以后 他说 他明天要开记者会了 对 但他真的没有想到 这件事情没完没了 真的没有想到郭台铭 一路相信朱立伦 相信到5月16号的下午 才发现原来朱立伦 并不心向郭台铭 状况是这样子 因为5月16号 他之前都相信 他之前都相信 而且百分之百相信 为什么呢 所以陈玉珍讲的是对的 他说 郭台铭本来以为自己会提名 才把所谓的参训跟记者会 全部叫停 对 因为现在整个状况慢慢还原 那有个未解之明 就是5月17号 整个侯友宁被提名 就礼拜三被提名 5月16号上午 本来有个在天成饭店的挺郭记者会 很大 听说是傅昆琦要出席 带周典论 谢典林 还有陈玉珍一起开机 就挺郭台铭 然后5月16号 晚上有宣明 就是夜请中常委 对不对 可是很奇怪 大家都到天成饭店 记者到谢典林到 谢典林跟周典论 从屏东彰化开车上来 人都到了 就突然取消掉 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取消 对不对 那时候还以为说 郭台铭万念俱会 以为要提名侯友宁 出了 就闹了 事实跟我们完全相反 我刚刚爆料说 是郭台铭一路以为自己会被提名 他那天还觉得自己会被提名 他5月16号上 还觉得自己会被提名 然后呢 赶快叫成员说不要看记者会 我们怕刺激侯友宁 可是你不是已经讲了好多天说 一定会提名侯友宁吗 而且你从这个5月17号的时间去 都讲郭台铭是99%点 侯友宁是99%点 99999 难道郭台铭没有看吗 因为朱立伦怕了一个人叫黄建廷 去糊弄郭台铭嘛 而且糊弄郭台铭的方式 而且他为什么会相信黄建廷 是因为郭台铭本来要选总统的时候 黄建廷是他的副总统 还不止啦 黄建廷还拉着郭台里面手一起祷告 祷告 然后说这边有个十字架 我保证 我们已经公平公正公开 你连天主都敢骗 没有 后来黄建廷可以推 说我被朱立伦骗 对 我教徒不可以骗人 但是我可以被骗 反正总而言之 他就握着要祷告 整个半天 所以郭大平真的很相信 所以郭大平真的很相信 朱立伦跟黄建廷 所以到五月十六号的时候 还跟承议者讲说 不好意思 不要开记者会 别人 不要开记者会 不要刺激侯友谊 结果被呼捞 五月十六号下午 你是国际大老板 怎么可能这么容易被骗 政治比商业界黑多了嘛 商业界还要签合约 政治有没有什么合约 说翻脸就翻脸嘛 所以五月十六号取消完之后 五月十六号下午 上午取消 下午主角就拿了分明调给郭大平说 不好意思你输了 然后郭大平愣在这边 居然喊下一句 谁叫你要跟地方的牛鬼蛇神混在一起 郭大平整个脑袋都爆炸了吧 牛鬼蛇神 你不是叫我去跟地方混吗 你怎么现在讲牛鬼蛇神 总而言之言而走之 去地方是苏立伦建议的 苏立伦建议的嘛 所以说变得是说 对于郭大平来说 当下是整个脑袋混合 万念军没救等等的 所以后来当面恭喜侯友谊 我就实际上中午还发文 可是经过一天一夜沉淀的发现不对劲 为什么突然想都不对劲 从头到尾就是个圈套嘛 你叫朱立 第一个 你叫我去地方的也是你 下一讲牛鬼蛇神的也是你 第二个 你跟我讲是公平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初选 就民调 那民调我今天已经拆解郭大平 那民调有很多玄机 就说为什么是5月5号开始做 做到5月13号 因为郭大平5月7号才造势 他事是越来越高的 你5月5号开始做 他少两天 然后他事不是越来越高吗 你5月17号 5月17号征召侯友谊 或征召郭大平 你为什么民调做到5月13日就停 你1415干嘛不做 你多一天幕僚做月16日就够了 这样是掐头去尾的民调 掐头去尾 掐头去尾 好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你都说这是你知道你自己糊弄的 可是问题是看新闻 今天陈玉珍刚刚受访 明天他在立法院要开记者会 证明要说明 为什么5月16号事情还原嘛 那时候陈玉珍被问到 你知道陈玉珍跟记者说 为什么取消吗 他说老板忘记时间 他那时候这个糊弄 但不可能嘛 可是现在陈玉珍要开记者会 他开记者会 就是要还原5月16号 本来以为说这个风暴会平息 难道这个风暴 国民党这个风暴会越闹越大吗 我会了解为什么郭台铭 郭台铭现在的情绪又起来 第一个当时他发现自己被骗 第二个是发现国民党中央 朱立委那些人贏了贏了 就说现在各式各样放话 对郭台铭来说 都觉得是很不爽的事情 比如说你中场会那天好 明明党中央就没有邀郭台铭 可是党中央就放话说 有 我没有邀郭台铭 是郭台铭不来 他们觉得郭台铭不会对人家放话 是不是 结果郭台铭今天就放话 把新闻还原 那一天他们看到的讯息 他没有被邀 所以郭守正打给黄建廷 问黄建廷说 为什么你们党中央没有邀郭台铭 但是你放话说有邀 那黄建廷就说 那不然我跟郭台铭讲个话 他们通电话的时候 黄建廷就说 拍死了那不然我现在邀你好不好 你有邀就没邀 没邀就没邀 什么叫现在邀 他是大老板 大老板 不时接来时的 然后什么叫现在邀 你不提名我已经够不爽了 我已经发文恭喜你了 结果你还是说 那不然我现在邀 好像顺便的感觉嘛 对不对 所以听说 那个电话 郭台铭把黄建廷 臭射了半个小时 臭射完半个小时之后 挂掉 现在完全跟党中央切断连续 他再也不接黄建廷的电话 对不接黄建廷的电话嘛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你可以看到 郭台铭今天爆料 开始联系非常多媒体 要开始谈接受专访 聊这件事情嘛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 这件事情 朱立伦 真的丑罗到尾 是国民党的千古罪人 侯友宜跟郭台铭 两个人任何一个都可以嘛 搞到侯友宜现在 被郭台铭打到半生不活 那郭台铭被你搞到非常火大 请问 这对国民党有什么好处 那郭台铭跟侯友宜 两个会杠上吗 不是 那这是另外一件事嘛 因为侯友宜现在被提名了嘛 侯友宜被提名要去跟郭台铭谈嘛 你赢的人就不要赢 赢的人就要谦虚要低调 所以这是侯友的功课 可是问题是 郭台铭有可能原谅侯 不可能原谅朱立伦嘛 不可能原谅黄建廷嘛 这个人现在真的我觉得有生气 好 先生 董事长 世事如既 健康目青 这个事 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啊 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啦 因为平常来讲我在里面 我不太愿意去谈人跟人的关系 因为我跟郭 这也太好笑了吧 对 你郭台铭是国际的大老板 对 那你是 你怎么会被人家糊弄成这个样子呢 所以我要来做一个 就是说I witness 我自己看到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 这样比较客观一点 因为我因为有些机缘 特殊机缘 所以我跟郭台铭这个创办人 有算是蛮多的接触 然后都是私下有一些交流交谈的机会 时间有时候蛮长的 有时候都长到几个小时的聊天 因为那这个过程当中 我对他个人的这个所谓IQ 就是他的这个智商 跟他的智慧 我都觉得不像是现在这些人形容成这个样子的人 就你刚刚讲的嘛 不是大老板 他本身他有他基本的一个条件 按照现在目前这些形容的方式来讲的话 他好像有点 你能接受郭台铭是傻瓜吗 不能 不可能嘛 有到这种财富的人 他不是千亿身价 我现在了解 他是好几 他搞不好有上兆的身价了 所以我告诉你 他这种的财富的累积不是偶然的 他这个是天选之人嘛 他怎么会这 这是天选之人 怎么会变成傻瓜呢 当然所以逻辑上不通 而且不是我所理解的郭台铭的这种智商 我现在讲一个具体的事实 他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有国民党的议长有人为了他脱党 对 对不对 国民党的一些 然后我自己长大的这个社区里面的人 一堆这种退伍的军人 退伍的将领 一堆人把他奉为这个大哥 奉为这个要追随的对象 所以他现在下面有一堆子弟兵 他有子弟兵 他很强 他现在变成 现在不是韩粉 韩粉现在变成郭粉 真假的 他有实力派的 他有兵马吗 他有兵嘛 他不要开玩笑 他现在很 我现在问题很简单 你现在如果按照报纸媒体这样讲的 朱立伦说那些人是流鬼蛇神 那这些流鬼蛇神将来跟谁走 跟着他走 跟他走啊 那多大棚啊 那是很大一票 有人讲 虾兵蟹将也是将 集合起来 团结力量大 对 这个聚沙城塔嘛 那现在这些流鬼蛇神就是地方派系 加上他的资源跟资金下去的话 是一个大 是很大的派系啊 比新潮流大多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还有一个韩粉 我们 我是这个眷村长大的 你现在长大的 我们眷村那些 现在那些退休将领啊 都把他跟他照片到处传来传去啊 把他当老大 踩郭的照片 都坐在旁边 都是郭老大 郭大哥 这外省卦的老大 今天我告诉你 是别人 是郭 我也很简单嘛 外省卦现在是听郭台湾明还是听朱立伦的嘛 当然 应该这样讲啦 现在还有谁听朱立伦的啦 对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听郭台湾明 所以说 那我问你 他手上有外省卦听他的 韩粉变郭粉 手上有地方派系 流鬼蛇神听他的 他是不是国民党内实力派 他发神经病 要跟你吵什么架啊 你别票没要给你啊 那这一趟的选举 这个陈玉珍这些人 这些立委 大家民进党的一个高层 一个很好的一个派系的一个头人 跟我在聊天 老郭只要他来帮这些国民党的人的忙 这些立委 因为我们有很多是五五波的关键选区 郭台湾明一出手 我跟你讲 通通是国民党赢 你不要开玩笑 这个怎么会得罪着他 这个不能得罪他了吧 所以郭台湾今天 他初把他得罪了 他现在 他如果明天要开记者会 他是为谁开记者会 他为自己开记者会 为自己开是挺谁 最后他会变挺国民党嘛 他还是没有离开国民党 因为这些流鬼学生 都跟他走了嘛 他一直一带 过去许姓良 到东海大学去演讲 演讲完了之后 那一班学生 通通都变成 都变成我的班 你带走了 其中有一个叫洪耀夫 洪耀夫还有刘克力 不是人家都带那一票嘛 老郭就搞了两个月 他变成国民党派系领袖了 变成台湾的大咖 他拿这个大咖 来跟侯友宜叫板 侯友宜敢不听吗 侯友宜敢不分吗 这很现实的问题嘛 这个票 一个是选票 一个是钞票 郭台湾手上有钞票 他地方派系 还有选票 地方派系跟郭粉 都是选票 这实力派领袖 我跟你吵什么架呢 根本不用跟你讲什么是非 你们白是老大嘛 老大不谈是非的吗 老大 老大杀人 谈是非干什么 老大要你的向上人头 跟你谈是非 跟你吵架来不及啦 他那么 他 他我讲难听 所以老大是刀起头落的 他是搞一个BNT 他花了50亿 他是要花个15亿 来搞这次的选举 国民党立委就过半了 不要开玩笑 他是真的有实力的人 所以每一个人现在都在等那个 对 这都是立委要开记者会 安全马后 对啊 安全马后 每个都等着安全马后 塞啊 门横窄门 门槛都被挤破 挤进去啊 像我都挤不进去嘛 对不对 我也挤不进去 对我们挤不进去在外面看戏 但是想要挤进去的人 像我这晚上做梦都想挤进去嘛 挤不进去嘛 对不对 所以想挤进去的人很多啦 尤其年龄大一点 年轻的人比较有志气的 不太一样 所以我讲的意思是说 老郭不可小虚 真假的 我问你 他今天整个骂人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骂了侯友宜 没有 那就对了嘛 像庄五件意在佩公 他有算计的嘛 他只骂猪跟黄 郭台铭连算计都不懂 报八字不行吗 他八字比你好嘛 他的八字就是 我刚刚讲的 他是天选之人 有时候世界型的财富的人的八字 跟我们不一样 没靠八字 他是完全 大富有天 所以说嘛 他的八字要抓timing 他现在抓到这个分裂 国民党的timing 这个分裂 国民党整个被他一票 人被他带走了啊 他把他现在变成这个 他现在变成送 他现在变成 梁山博好汉啊 真的 他不能带人 他把梁山博一票 国民党的牛鬼蛇神嘛 国民党的外省挂的一些的 一些孤儿 对不对 每天要找干爸爸找不到的人 对 找干爹的 找干爹 外省挂最可怜啊 没人养 没爹没娘疼的 就跟他走 突然间多来一个 郭百万 郭千亿 郭千亿出来当老大 谁不要参加这个帮啊 这个帮我也想参加 参加不了 刚才讲的 你是跑台湾的财团 你对台湾这个大轮非常熟悉 今天他真的被 竹类轮给耍了吗 刚那个 吴董讲了一句 非常重要的话 这种大富有天 这种这么有 这么大旁富富可敌国的人 是天选之人 天选之子 我天公啊 儿子啊 现在要来做一个招头 成不了人选之人 你说他会上去吗 天公啊 成不了人选之人 为什么 因为被你助力轮 弄黑盘给戳掉了 所以他现在很生气 现在越来越多的内幕出来了 这个光琴也爆了一个料 他说什么 原来早在2月16号的时候 郭台铭就想要道歉 为过去四年的 那当时没有促成团结这件事情道歉 他说又是你们国民党叫我不要讲话 他说你们国民党叫我冷静四十天 说这四十天不要讲话 不要讲话的理由是什么 我是为他好 因为他一月份讲我的年轻气盛这个东西 我们觉得你的起手势不好 所以呢 郭总你可能本人不是很了解政治语言 你还是这四十天先不要讲话 所以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 我现在整个这样凑起来 我发现这是一个盘啊 什么盘 如果郭台铭2月16号就开始跟韩国瑜道歉 如果他整个造势是从4月开始的 如果从4月开始进行每一场一场一场造势 到5月17号 你说现在民调的盘会是谁赢 一定是郭台铭赢啊 郭台铭听你的话 从4月18号还是15号才宣布说 那朱立伦为什么要这样干呢 因为他就是从头到尾没有要选你啊 他就是故意要帮你 他把你骗进来 骗进来要干嘛 要去逼侯友谊 立场再坚定一点 逼侯友谊出来 但是你从头到尾都只是个诱饵 我没有要你真的入局 所以我跟你讲这很重要 他是拿郭去逼侯的 被侯跟郭都被设计了 侯我把郭肯定都被设计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今天爆料说 郭台铭从头到尾 我以为你到6月18号 你才会宣布人选 为什么是6月18号 因为我4月16号开始说我想要参选嘛 然后呢 我说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是不是到5月16号 5月16号 5月16号之后 他说朱立伦说 5月20号之后 他会做两次滚动式的民调 那你5月20号做两次滚动式的民调 那可能最晚不会拖到6月18号 所以6月中是一个恰当的时间点 没有想到你朱立伦说话不算话 那竟然把6月18号提前到5月17号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